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飞机场呢 它是一个私人飞机场 然后它位于Burbank 今天呢我们是来参观一架飞机 它是767 它叫做Sky Lady 767本来做出来就是用作长途飞行的 它正常可以飞15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从多山西飞回中国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开始这个飞机的设计 它的理念就是要横跨大西洋的 对 基本上世界各地你能想的地方 它都能去 张有钱怎么都可以 说到私人波音767 大家都不陌生 格兰美奖得主著名说唱歌手Drake 就拥有一台价值2.2亿的波音767 并命名它为AirDrake No rental No timeshare 说的就是每位飞机人的梦想吧 那今天我们要参观的 就是由欧洲私人飞机运营商 Cumlux运营的同款私人飞机767 Skylady 首先我们来参观一下有超大浴室的主卧吧 这个飞机总共有三个房间 然后其中一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块 它是一个打睡床 窗户都是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就是总统级别的 我就是小工具 这个飞机商务人士比较多 因为它是自带洗手间的 它空间特别大 它上面都是镜子 这也很大耶 我觉得有的人自家里的洗手间还大 出来它连毛巾啊浴袍都给你准备好 这边可以吹头发化妆 你飞得又舒服 然后你到了目的地之前 你又可以打扮一下自己 然后风鲜亮丽的直接去谈生意 嗯 谈几个亿的生意 你知道吗 Skylady的结构有做过很大的调整 所以可以拥有这么大的淋浴空间 我们去隔壁的客厅看看吧 我们这个区域像是一个娱乐区 但是它其实可以把床打开 然后是一个双人床 所以说它总共有三个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主要是一个大主 还有一个是类似这种休闲区 也可以改成卧室 对 还有一个就是会议厅 你可以吃饭 然后可以开会 现在我们来到了会议厅 但其实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吃饭 想象一下在这里享受烹饪过的美食 别提有多么的惬意了 飞机的其余部分是标准座位 尽管已经很奢华了 但也还是区分开了头等舱和高级经纪舱 头等舱有15个可以平躺的贵宾座位 这其实不是我的位置 我只是想给大家躺一下 高级经纪舱有29个经纪舱座位 这台Sky Lady只能容纳51名乘客 只占它本身容量的一点点而已 所以乘坐它的重点 真的就是奢侈和便利啦 这里对它的名字还是诠释的蛮合适的 因为它这里很elegant 它的装修是比较传统一点 然后不是那种现代风格 对对对 但是非常的商务 整个装修 有点像以前大奔里的那种设置 对就是木头的颜色 对对于商务人士来说 当然有钱的商务人士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于商务人士来说 这是新的技术 我们很期待 我们的第一个商务人士来使用 这些技术 我们的第一个商务人士来使用 叫做Ionization 所以在装处里的工具 现在我们的商务人士来使用 它也在空间 所以当它接触到 一个病毒 或者病毒 它会接触到 然后它会 去除了病毒 和病毒 无论你是有什么阶级 你有多少钱 你都能做得起 后面那个可以啊 但是整栋租下来很贵 干嘛要整栋租下来 你不可以单卖的 自然飞机是不可以单独卖座的 你必须要包机 所以为什么会有自然飞机broker 是因为他可以把整栋包下来 然后他单独卖座 那我想问你 那我是大老板 我住在这里 那后面那些给谁做 你可以卖出去 你也可以给你的员工做 或者你的paparazzi那种 哦 ok 那就是我坐那边 然后你坐那边 为什么啊 我的眼睛 开玩笑的 你坐那边 我坐那边 其实我们想对大家说 私人飞机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的人等登机的功夫 可能已经迁加来了 几百万的生意订单 也有很多人订私人飞机 可以合理避税 还有一些人 是为了能省下更多的时间 陪家人 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 不要因为生活方式和想法 与别人不一样 而就去批判别人 互相尊重 放凭自己的心态 你的人生才会更快乐一些呢 包机多少钱来着 这个飞机的包机 目前定价是50万美金左右 三到五万一个小时 对 但是我们去Las Vegas 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也有可能不飞 因为很多就是飞短途的 它都用小飞机来包自己 很少有人用这么大的飞机来包 所以大飞机一般是用做长途旅游 比如说你要去Africa 然后这个飞机有皇室在包 之类的 我觉得都非常方便 刚刚听说一个小时 只需要三到五万美金的时候 我的心里小小激动了一下 觉得自己也可以包得起 但是没想到它是有minimum hour的 那想看短途四人飞机 去Las Vegas玩的宝宝们 别忘了看我们上一期 弯留四号的试飞视频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点赞 然后打开小铃铛 关注我们 下次再见哦 拜拜 你站直一点 站直一点 再来一遍